先继续来看是经过到嘉宜起上转的观察资料标示 中途红台苏拉为嘉宜山区担来风陪河水 包括阿里山烦恼在家部分的地区累積已经达到超大河河的标准 就像阿里山的红山在过去24小时 就降下超过750河米的河水 在歐路振三千山区被到的灵 entend 戴著土含山 紅色桔子都一張來到八張桔 在桔子博中 為民眾關係起因民眾維冠 這就是中島風台修拉 為嘉義山區所帶來的超大河河 除了它颱風往北移動 它的環流帶進來就是 到現在就是躲到宜蘭的東方 所以它環流進來就影響 從今天凌晨開始就開始 影響到我們嘉義 地區 尤其是山區 嘉義起上山標是超大河河的標準 在一天24休息來 降下超過350河米的河水 經過關切到離河的保護點 在山鄉的鳳山河水量是19747河米 在家中老鳥 669河米 環路大鳥 587河米 在家本季芳葉 559河米 衛生水利也有479河米 可以說帶來超過超大河河的標準 那邊現在有超過400多毫米的雨量 已經達到超大毫雨的標準 如果是從開始下大雨到現在還不到24小時 400毫米就是40公分嘛 就是說你如果是把它平均來看 就是每一個 每一平方公分都有40公分的水量 所以你說低滑的地方 它可能就是把其他地方的水就集中起來 所以可能比較低滑的地方是會淹水的 蘇拉鳳台對嘉義地区的影響 中在沙河中島之后會慢慢減少 同時鳳台走好就停 不會出現到陰井水南氣流的現象 這路徑是有一點偏溪嘛 那因為偏溪走 它的溪氧氣流就不強 所以它離開以後 帶進來的溪氧氣流的影響就不大 你過去經驗 鳳台過後的水南氣流都會造成 嘉義地区不少的災害損失 你這回雖然間伴沒有水南氣流 但蘇拉鳳台已經造成嘉義山庫 坐月的房間 路燈以及停電 甚至很多地方都淹水 災害時頻頻突出 這一次我們檔開花蕩妖風嘉義館七 蔡宏博德